当年流星花园红遍全亚洲,如今二配角死了,一配角穷到当小偷被抓,刺客串却红遍两岸。 曾风靡偶像剧榜首的流星花园相信大家都看过,那时学生气得我们都会哼唱住F4那首经典的流星语,时过15年那时的流星花园演员们一物是人非,死不死,被抓得被抓。 她剧中霸气的道明寺姐姐道明庄徐华凤饰演,2011年12月因患胃癌不幸去世,终年41岁。 饰演阿湘的徐伟伦是一位不仅能言也能唱的才女,可惜听度红颜,2007年1月因车祸,致脑部重伤不幸离世,终年29岁。 饰演开心果青和欧定星传出近年生活相当潦倒,最穷时全身只剩200元,更是爆出了阴道窃被抓的消息。 流星花园第一部最后一集,山菜和道明寺可以在一起了,他俩逛街时在路上遇到哈林像流浪歌手那样爆出吉他唱歌,道明寺还说唱北不赖,如今是人体担当的好声音资深导师了。 饰演阿松的钟翰良,在剧中也只是客串一角,早年一歌手身份爆红乐坛,后转战影视圈,虽然年过40岁,却依然活跃在各大偶像剧中,何以生肖莫中的何以琛更是让钟翰良人气爆表。 这位大家肯定不陌生吧?16岁出演小优的杨承林,一脸稚气,也是组合4Love集中议员,后来组合解散,杨承林丹飞,近年偶像剧发片《他一样没落下》。 蓝正龙音流星花园中客串到名寺表哥而被大众熟知,随后以玻璃士大人、洞宇等受捧,也是大S前男友,如今都各自称家,荣生奶爸奶妈啊。